奶奶 嘉宇怎么没有油了 叫什么啊 没有 就叫爸拿回来啊 等爸爸回来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吃不吃饭的 肯定要吃啊 可是不知道奶奶去哪里了 哦 那我们去找爸爸吧 我才不去 爸说上班时间不能去找他了 哦 那怎么办啊 你还都不吃饭了吗 喝粥啊 洗两条萝卜肝就可以吃了 我才不吃 要吃你自己吃 那我不管你了吗 我洗了我自己吃 哥哥 我想吃妈妈弄的红薯饼啊 想要什么用 我又不会做 妹妹 我先出去一下 你先在家里面哦 哦 别到处乱跑 哎 大爷 你在这里干嘛 这吃橘子啊 我想问一下你家有没有番薯 没有 你看大爷像是种番薯的人吗 哦 那我去问一下长哥 长哥 长哥 怎么了 小天啊 我想问一下你家有没有种番薯啊 有啊 你要番薯来干什么 嗯 嗯 我想加点红薯 做红薯饼给我妹妹吃 有啊 在下面田里面不会要去挖哦 走 不用了长哥 我自己去挖就行了 没事了 小天 我跟你去挖啊 你那么想你都没有力气挖的 哦 那麻烦你了啊长哥 不麻烦的 来 小天 这个就是我家的 你要多少随便挖哈 我只要几个就够了 长哥 怎么都没有番薯呢 有的 再挖多一点就有了 哇 有了 哇 好多哦 是不是我都说有的咯 嗯 是够了吧 我都拿不完那么多了 你确定哦 确定够我就不完了哈 够了 长哥 放这里来 转我们回去 打一包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搞定 在让装街道 你好 含着泪微笑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步 又笑着 大家好 家里红薯多的食物丸 一定要吃一下这种小饼 香甜好吃 用一味 嗯 可以了 加点白糖更好吃 还是换了个盆 好用一点 加点粉进去 应该是这样子做的 我跌倒的时候 总有人把我扶起 当我扶起的时候 总有人把我扶起 先放给油 当我调皮的时候 总有人将我倒露 哇 怎么那么快就弄了的 好快就弄了 还好后面都没弄 等我清楚 妹妹 过来 这里有料我给你吃 什么呀 过来你就知道了 什么呀 你看你喜欢吃红薯饼 哇 哥哥你怎么会弄啊 这就不用你管了 我拿几个去给奶奶吃 真好吃 我还想要 我开心的时候 啊 奶奶我做了红薯饼 给你试一下呀 不用了 我们吃了 嗯 好吃 好吃